加上这10例我们累积29例的本土的这个中重症的个案 那年龄的分布大家可以看中间的这一栏 29例当中大部分还是在这个60岁以上 目前人数最多的这个年龄层是80多岁 15号新增10例中重症去诊个案 今年已经累积了29例 大多都是老年人 60岁以上有7人 70岁以上4人 80岁最多有8人 而90岁的两个人则已经列入了死亡个案 未接种有9位 那只接种一剂的有5位 两剂的有7位 三剂的有8位 所以未完整接种 也就是说未完整接种两剂的这个 晚14天的这个个案 总共有14位占这个29名里头 大概就一半 48% 当天新增的10例都属于中度的个案 只有4位完成接种两剂以上疫苗 另外6人没有接种 或是只有接种一剂 平床表现 那大多都是有肺炎 那或者是说X光没有明显肺炎 但是有氧气浓度较低 有氧气的需求 那都有使用 跟申请有使用这个瑞德西韦在治疗 目前新症跟无症状比率是99.56% 而中中度患者出了超过半数都是老年人 还有几乎都患有慢性疾病 像是心血管 高血压居多 以及合并糖尿病 鼻肝等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 疫苗覆盖率第一剂是84.1% 第二剂79.6% 而第三剂比起第一剂少了快要20% 剩下64.9% 基础加长剂则是1.4% 中央也一再鼓励老年人 尽快去施打疫苗来增加保护力 另外22号开始要去健身房 或是参加旅行团 也都必须要施打3剂疫苗 运动出流的同时才能够更安心 基地变新闻中部中心最后报道